哈喽,大家好,我是爱玩爱聊的隔壁老王 今天咱们谈谈什么是所谓贵族教育 什么又是所谓贵族式教育 简单说,所谓贵族教育 就是指贵族家庭对子女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 它更多的指的是贵族的家庭教育 而所谓贵族式教育 则是指那些声称借鉴了某些贵族家庭教育理念的学校教育 所以咱们先说说贵族是怎么自己教育自己子女的 首先对于贵族而言 子女首先是一种特殊的资产 他们要承担两项最主要的家庭义务 一个是婚姻 因为贵族要通过各种方式的联姻 巩固和扩大家族的经济财富和政治势力 另一个就是保卫 保卫家族的利益不被侵犯和剥夺 所以贵族家庭的子女 对自己的婚姻是没有选择权的 即使是王室也无例外 子女是父母手里的政治联姻的重要筹码和资产 婚姻不是个人事务 而是重要的家族事件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7世纪才有所改变 但即使是17世纪以后 贵族家庭的子女也不可能自主婚姻 但是他们至少对自己不满意的婚姻 具有了某种否决权 可以说在18世纪以前 欧洲几乎所有的贵族婚姻都是利益联姻 感情在婚姻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这是贵族后代必须为家族承担的义务 其次因为贵族的身份来自于他们的血统 所以每一代人就都有责任为后代保卫这份遗产 贵族从家族中获得了利益与荣誉 所以每个人也就都必须承担捍卫家族荣誉 和保卫家族利益的责任 贵族们所说的荣誉责任与契约 它指的是自己家族不容侵犯的荣誉 是保护自己家族利益的责任 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契约 它的核心是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家族利益 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无关 而在一个充满暴力的并且崇尚武力的社会环境中 贵族家族的生存模式就需要他们既要有好斗的个性 也需要有战斗的能力 因此贵族的后代们从小就要学习奇术作战之类的军事技能 以及要培养他们勇敢上武的这种品格 这是为了他们将来可以具备保卫家族的能力 或者也可以进入军队或者宫廷服务 也只有很好的具备了这些能力和品质的贵族 才能够赢得尊重和敬畏 而女孩子们就会学习一些音乐跳舞之类的社交技能 也正是因为贵族的后代需要首先承担的是家族责任 所以贵族的孩子从小就不能被当做孩子 而是被当做家族的未来来进行训练和教育 这就像斯伯达人把孩子都当做战士来培养和训练是一样的 可以说一直到18世纪 欧洲贵族的后代基本都是在这种没有所谓父母之爱的情况下长大的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父亲们或者在军队或者在宫廷 基本是完全脱离家庭生活的 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 另一方面是因为父母们也认为慈爱会有损父母的权威 会使孩子变得软弱 将来会无法适应严酷竞争的社会 所以他们在家庭生活当中会故意的冷漠和疏远孩子 17 18世纪欧洲贵族家庭养育子女的方式 通常是在孩子出生后的头一两年就把他们交给乳母喂养 然后再把孩子从他们的母鲁身边带走 让他们与仆人生活在一起 大约到十岁左右 男孩子就要被送出家去接受专门的教育 准备进入教会或者政府工作的 就要进入大多是教会办的寄宿学校 接受严格的学校教育 而准备进入军队的未来的军人们 就要开始军事学徒期 所谓的军事学徒期就是做老兵的侍从 就像师父带徒弟一样 跟着老兵们学习军事技能 经验 知识与传统 父母是绝不会让孩子留在家里的 他们自己也不会自己向孩子传授军事技能 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有宠坏孩子的威胁 他们要尽早的让孩子离开家庭的庇护 去感受和适应严酷的社会 这样的教育方法让孩子们既没有童年生活 也没有家庭生活 他们不仅和自己的父母很陌生 而且和自己的兄弟姐妹也很少在一起 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政治家塔利朗说 我是一个虽然出身高贵 但一生中都没有一周的时间享受到与父母同处快乐的人 我希望绝不再想起这一切 即使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也是如此 他说他每次见到他的父亲亨利四世 都是战战兢兢的感到恐惧 因为每一次的经历都是创伤性的 以今天的教育理念来看 这样的教育方式无疑是不正常的 会对孩子产生持久的心理创伤 甚至会导致孩子的某种人格缺陷 但是在贵族的教育理念当中 这是正常的现象 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忽视孩子 而是因为他们更清楚孩子需要什么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坚强 使他们将来可以具备应付艰难的 充满敌意的社会的能力 而这是一个贵族应该具有的必备的素质 这就是贵族理解的素质教育 说的通俗点 对孩子的严厉强制逼迫 以及不近人情的持续的压力 不是因为冷漠和无情 而是为了孩子将来可以更好地承担家族责任 那么贵族的这种出于家族需要而坚持的教育理念 为什么后来被某些学校借鉴和吸收了呢 应该说学校本身与贵族无关 早期的学校主要是培养教士的 主要是拉丁式教育 学校里的学生主要也不是贵族 可以说一直到大约十六世纪 只有很少一部分准备进入教会的贵族后代 才会学习文化知识 欧洲大多数贵族和他们的后代 都是不学无数目不时令的文盲和半文盲 劳伦斯·史丹在《欧洲贵族的危机》这本书中说 十六世纪的英国绅士们普遍认为 学习字母应该是留给乡巴老的儿子们的事 我宁愿我的儿子被绞死也不要学习字母 但是大约从十六世纪开始 欧洲社会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变化 社会的发展要求担任政府职务的行政官员们 要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所以如果贵族们想要获得这些职位 就不得不去接受教育 而随着所谓政府力量的不断强大 对很多贵族而言通过获得行政权利而赚取的财富 要远远多于他们通过领地而赚取财富的那个传统的方式 所以贵族们开始有了求知的欲望 因为谁学到的和寄照的知识越多 谁就有可能获得管理的权利 谁就会因此获得更大的利益 更高的荣誉和更富有 所以到了16世纪末 学习开始变成了贵族们的一件必需品了 因为忽视学习 放弃学习 有可能就意味着家族的衰落 同时受教育 也开始成为通向权利和荣誉的一个途径 因此当时无论是新教的 或者是天主教的宗教改革家们 就都争相开办学校 他们试图通过学校和教育争取信众 所以在这些新办的学院当中和学校当中 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来自贵族家庭的孩子 德巴尔德所住的15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贵族 他在里面说 大约到16世纪晚期 德国的许多学校中贵族学生的比例超过了大约10% 而在巴黎一些学校贵族学生的比例 甚至超过了30% 这个时候的这些学校 与以前以培养修士为目的的那些学校不同 因为贵族们需要学校把他们的子女 培养成合格的 有能力承担家族责任的贵族 而不仅仅是一个神职人员或者知识分子 所以学校在传授知识的同时 就同时还要必须强调一种所谓贵族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这些学校就开始借鉴和吸收了某些所谓贵族教育的理念 这种学校就成了一种类似兵营与修道院的混合体 他既强调严厉的纪律 约束与服从 也强调自律 克制与反省 既强调毅力顽强于忍耐 也强调勇敢 对抗于竞争 在这里对孩子最高的爱 就是赋予他们荣誉 而荣誉来自品质和成绩 孩子们必须靠自己的拼搏赢得 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成为强者 因为竞争的失败者不仅没有荣誉 也不可能得到尊重 失败者会成为被所有人遗弃的废物 至于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 是完全不同的 今天的教育理念 强调的是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社会对成功的理解是多元的 每一个孩子 不管成功还是失败 父母对他们的爱都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首先 社会的发展 是作为特权阶层的贵族 从十九世纪开始就逐渐消亡了 他们的后代 已经不再需要承担任何家族责任了 其次因为个人主义的兴起 事实上从十八世纪开始 纪律在教育中的作用开始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 思想家们和教育家们开始强调 应该把爱作为健康和社会兴旺的根源 并且开始强调孩子们的快乐和自由的重要性 开始接受父母更多的应该是爱孩子 而不仅仅是管教和训练孩子的观点 当然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今天的社会 已不再是一个充满敌意的 你死我活的杀戮场了 虽然竞争依旧存在 但和平友善与智慧 毕竟代替了上午好斗与暴力 今天被世界普遍接受的义务教育制度 它来自十八世纪的普鲁士 义务教育强调的是免费强制和无差别 所有人都必须接受义务教育 所有人都无偿享受义务教育 所有的学校都必须提供同等的教育资源 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学校得到无差别的对待 义务教育制的出现 简单的说就是以国家权利 重新定义教育的内容、目的与意义 提供了教育的相对平等 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文明的进步 也是教育理念的进步 事实上在全世界范围内 从来都不曾出现过所谓贵族学校 只出现过贵族学生占比比较多的学校 也没有所谓的贵族式教育 所谓贵族式教育 只是对历史上曾经短暂出现过的 受贵族教育理念影响的某种教育方式的一种比喻 大名鼎鼎的英国哈罗公学与伊顿公学 也不是什么所谓贵族学校 提供的也不是什么所谓贵族式教育 它的绝大多数学生也不是贵族 它们只是两所历史悠久的 有自己的教育传统和经验的私立学校 因为它们花的不是纳税人的钱 所以比起公立学校 它们享有些更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 哈罗公学最初的创办者是一个当地的农民 当时只是一个招收本地南童的村办学校 伊顿公学虽然是亨利六市创办的 但是当时是专门招生贫苦孩子的提供免费教育的学校 都与贵族无关 举一个并不准确的例子 我们只是大致的做个比喻 如果拿中国的公立学校与美国的公立学校相比 中国的公立学校更多的强调的是纪律 效率 这更像是经营教育的理念 因为在这个体系里 要保证优秀的学生永远是得到最多资源的人和最大受益者 而美国的公立学校强调的是自由和平等 在他们的这个体系里 是要保证所有的学生被同等对待 尤其是不出色的学生 不能因为不出色而被忽视 而这个恰恰是中国私立学校经常喜欢标榜的教育理念 因为每个孩子都交了同样多的学费 所以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同等对待 所以如果就教育理念而言 中国的公立学校更像美国的私立学校 而中国的私立学校更像美国的公立学校 若子 permitedy 请不吝点赞 访准